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一年出生的名人当中 我们中国人比较出名的有陈独秀 爱因斯坦他是出生在德国南部的乌拉姆 但是一岁的时候就举家签往了慕尼黑 在那里一直长到16岁 然后到瑞士去求学 他小时候没有显示出什么过人的特质 但也绝不是某些励志文章中说的 是一个成绩很差的孩子 其实他只是个很严重的偏科生罢了 他的树立成绩其实非常好 不过他三岁才学会说话这件事情 倒真的是很出名 但是熟读爱因斯坦各种史料的 科学史评画的主播吴金平老师 却告诉我 这也是有点夸张了 最多就是说话比较少 比较慢 大约就是憋半天才来这么一句 也不是真的不会说 到了1894年 爱因斯坦他老爸的电器公司 干不过那些大公司 结果破产了 于是他们全家就移居到了意大利的米兰 但是爱因斯坦却没有跟着去 因为他怕转学影响了学业 所以就留在了德国 16岁那一年 他参加了瑞士苏黎士联邦理工学院的 入学考试 这个年龄比绝大多数的考生都要小两岁 这也是爱因斯坦从小并不笨的一个明确证据 可惜他理科部分的考试全都是高分 但是文科部分的考试却都不及格 所以就落榜了 于是他只好继续回到高中学习 三年后他为了免服兵役放弃了德国国籍 并考入了苏黎士联邦工业大学深造 他学的是一个四年制的 旨在培养中学教师的专业 所以对爱因斯坦青少年时期 有关智力的评价比较中肯的是 他很聪明 但并不是一个很突出的学生 1900年 也就是新世纪来临的这一年 爱因斯坦毕业了 几个月以后 21岁的他便开始给物理年鉴投稿 他的第一篇论文叫 毛细现象的结论 这是一篇关于吸管中流体的物理性质的论文 该论文与普朗克那篇关于量子理论的论文 发表在同一个期刊上 论文能在非常权威的德国核心期刊上发表 已经说明当时的爱因斯坦写论文的水平 至少是相当不错了 只是这篇论文的基本猜测并不正确 对他日后的物理研究也没有什么贡献 我希望大家不要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 即便是发在核心科学期刊上的论文 最后被证明并不正确 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其实一个科学家发出论文的真正含义 是昭告天下接受同行评议和检验 每天全世界都有数不清的论文在发表 堕入牛毛的科学期刊 就好像一个巨大的漏斗的喇叭口 这个漏斗的出口是非常非常细的 要经过长时间的甚至是反复的衰选 最终才能有这么几篇经受住了 严苛检验的论文脱颖而出 被科学共同体所接受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看到 某些文章 引用了某个科学期刊上的论文 来论证某些事情 也不能马上信以为真的 我们还要考虑的是这篇论文 是什么时候发表的 是否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哪怕是在像自然啊 科学啊 这样的世界级的权威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 也不代表就一定是正确的观点 很可能也是科学家基于现有数据的某些猜测 希望引起全世界同行的关注和共同检验 如果是发表在这些核心期刊的真刊上的 那就更不能信以为真 注意我说的是真家的那个真 真刊不是子刊啊 那真刊其实就是俗话说的广告刊 只要出了钱 论文没有太离谱的方法和常识性的错误都可以发 因此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某些替代医学的研究者 在某些知名度很高的期刊的真刊发表了论文 然后呢 他就会拿着这个到处吹嘘自己研究的权威性 这种伎俩往往具有非常大的迷惑性 我们也不能因为某些妖魔化转基因食品的人 举出一两篇科学论文就深信不疑 真相往往是他们会选择性忽略另外一百篇 说明转基因食品无害的论文 他们只展示能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 从1902年到1904年 爱因斯坦写了一系列有关统计力学的论文 但是他的遭遇和那个普朗克很像 不久呢 他就发现 他的这些工作已经被别人做过了 这个别人还是那个耶鲁大学的基布斯 他在1901年便写出了统计力学的基本原理一文 统计力学在物理学上就跟数学上的群论一样 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 爱因斯坦在念大学的期间 还爱上了他的一个同学 匈牙利籍的米列娃·玛丽克 1901年的时候 米列娃未婚产下了一名女婴 德国跟我们一样 未婚先孕也是大大有为伦常的 于是他们只好悄悄地把女儿送给了别人 爱因斯坦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 两年之后 他和米列娃结婚了 1902年 爱因斯坦在博尔尼专利局找到了一份工作 一直干了七年 他热爱这份工作 因为这是一份对智力有足够挑战的工作 但又不至于太忙 以上这些呢 就是爱因斯坦1905年写出狭义相对论时的大背景 论述狭义相对论的首篇论文的题目 是论动体的电动力学 这是科学史上最为重要的论文之一 不论是他的表现方式还是所表达的内容都至为重要 不过这篇论文其实呢 他没有任何的注释 也没有英语 只用到了非常简单的数学 也没有提及受到任何前人工作的影响 只是对一个人的帮助致以谢意 这个人呢 是爱因斯坦在专利局的同事 名字叫贝索 写科学史的斯诺 在他的书里面就此评论说 爱因斯坦好像完全纯粹的思考 不需要任何帮助 也没有听取任何人的意见 就得出了结论 虽然相当令人吃惊 但真就是这样 不服不行啊 爱因斯坦最著名的那个智能公式 也就是1等于mc方 并没有在这篇论文中出现 而是出现在他几个月后 作为补充的一篇更加短小的论文中 用最简洁的话来说呢 这个公式表明 质量和能量是等价的 它们是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 就可以了 正说看 其实 这个公式表明 这个公式表明 非常遵律 对 是 告诉你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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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拒绝从专业领域出发的任何批评 爱因斯坦显然不是我们说的民科 他只是没有在一个专业的科研机构工作而已 但是他接受过系统规范的物理学教育 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也是符合科学研究的基本范式的 他在《物理学》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并且接受同行的评议 大物理学家普朗克在看到他的论文后 就非常支持他的理论 每当我谈到民科的时候 总会有一些人在完全没有听清楚 我讲什么的情况下 就开始对我进行冷嘲热讽了 比如有观众就留言说 你不也是一个民科吗 读了一些科学故事 然后写写像儿童读物般的科学普及书 你就以为自己是科学家了 看了这种留言真的是让我哭笑不得 在做线下活动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被问到 做科普最怕的是什么 我总是会回答说 我们最怕的就是别人把我们当成是科学家 我总是要不断地解释 我们只是科普人不是科学家 我们只是在把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 用一种更加能够被大众所接受的方式传播出去 我们自己本身并不是科学家 也不具备任何的研究能力 我们回答不了那些科学共同体都还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 对于科学上的问题 我们从来就没有所谓自己的观点 也不具备谈自己观点的资格 我们只是知识的搬运工而已 但是这个社会真的还离不开知识搬运工 就好像我们人类离不开教师一样 爱因斯坦在完成了侠义相对论的伟大洞见后 他的学术高峰才真正的到来 他的下一个伟大的想法 恐怕可以称得上是目前为止 人类科学史上的最高峰 在一本美国人写的科学史书中 对爱因斯坦的下一个成就是这样评价的 就一颗大脑的独立创造而言 这无疑是人类最高的智力成就 在有些书里写 1907年的某天 爱因斯坦看到一个工人从楼顶上摔了下来 于是他就想到了那个 令他一辈子都感到最快乐的想法 也就是引力与加速度等效 这个就像牛顿被苹果砸头 然后想到了万有引力一样 显然不太靠谱 根据爱因斯坦自己的说法 当引力这个问题在脑海中出现的时候 他是坐在椅子上的 其实爱因斯坦一开始就觉得 狭义相对论中多了一样东西 但又少了一样东西 多出来的这个东西叫做惯性系 而少掉的这个东西叫做引力 由这一点出发 它越想越多 其实这一多一少 都是指向了同一个问题 狭义相对论之所以要加上狭义两个字 在英文里面 这个狭义就是special 特殊的意思 是因为该理论只能处理物体在惯性系中的运动 而惯性系其实就是在忽略引力的理想状态下处理问题 但是爱因斯坦想 如果物体尤其是光在引力的作用下运动 那又该怎么处理呢 这个问题在爱因斯坦的头脑中盘旋了十年之久 终于在1915年的11月 他连续发表了四篇有关广义相对论的成熟论文 就是在这个月 那个足以令上帝动容 让后世膜拜的爱因斯坦场方城 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 爱因斯坦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完成了 广义相对论的全部理论框架 1905年发表的狭义相对论 当然是很重要的工作 但正如斯诺所指出的 在当时这个理论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即便没有爱因斯坦 也会有别的人想出来 可能也就是晚个五年而已 但是广义相对论就完全不同了 斯诺在1917年写道 如果没有他 那么很可能直到今天 我们还在等待这个理论 我们都熟悉的那个爱因斯坦的形象 实在是太鲜明了 叼着一个大烟斗 头发就好像是通了电 总是一副看上去很和蔼的表情 身居简出的 原本人们对他的了解并不多 但是到了1919年一战结束的时候 世界突然发现了他 似乎一夜之间 相对论让他享誉世界 不过这个理论也是出了名的难懂 普通人不太可能马上掌握 在一本书名是1等于MC平方的科普书中 作者说纽约时报决定写一篇有关相对论的报道 但却派了一个专门采访高尔夫的记者 这个原因恐怕永远也搞不清楚了 这个记者叫克劳奇 他前去采访爱因斯坦 这个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克劳奇 几乎把所有的事情都搞错了 有许多令人难忘的错误 其中有一条是他说 爱因斯坦找了一个足够胆大的出版社 出了一本书 全世界只有12个人能懂 事实上当然是没有这样的一本书 也没有这样的出版商 但这个谣言却流传的非常非常的广 又过了没多长时间 在大众的想象中 理解相对论的人不声反降了 当时的科学界也没有人去破除这种谣言 物理学家们以自己懂相对论感到荣幸 还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 有一个记者问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 问他 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只有三个人能理解相对论 爱丁顿仔细想了片刻 回答说 我正在想你说的那第三个人是谁呢 这个故事有各种各样的版本 有的说是三个半人 事实上 阻碍相对论传播的真正问题不在于 它涉及许多微分方程 洛伦之变换 以及其他的一些复杂的数学方法 尽管确实都涉及了 连爱因斯坦本人 有时候都要寻求别的数学家的帮助 但是这些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 相对论的很多结论 都是与我们的直觉差别非常的大 狭义相对论最核心的观点是 空间和时间都不是绝对的 而是相对于观察者发生变化 物体的相对移动速度越快 这种效应就越明显 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把自己加速到光速 如果要用最通俗简单的一句话来告诉别人 什么是狭义相对论的话 并且还要让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么我想可以用这样的一句 时间并不是像你感受的那样永恒流淌 均匀不变的 这个与我们的日常经验有着极大的反差 而广义相对论就要复杂的多了 似乎很难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 在广义相对论的理论框架中 时空成了一种非常柔软的实际存在 它可以被引力掰弯甚至打结 它告诉我们在宇宙中 时间 空间 引力 必须要符合一个极为复杂的方程式 在这个方程式中 还出现了圆周率π和引力常数g 但是有一位叫做惠勒的物理学家 偏偏就找到了一句 听上去既像科学又像哲学的一句话 来描述广义相对论 尽管这句话并不能帮助初学者理解 什么是广义相对论 但似乎所有理解广向的人都会叛叫绝 我也不例外 这句话就是 时空告诉物质如何运动 物质告诉时空如何弯曲 根据爱因斯坦找到的那个 伟大的方程式 有一些科学家们预言了宇宙膨胀 宇宙大爆炸和黑洞 然后这些预言被另一些科学家 用观测数据证实了 爱因斯坦自己也根据广向的方程式 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 一直到2016年才被最终证实 然而广义相对论还有一些 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暗示 比如说可能存在可以穿梭时空 回到过去的虫洞 可能存在更高维度的空间结构 但这些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有可能是真也有可能是假 这些都是爱因斯坦留给未来物理学家们的课题 那如果听到这里 你对相对论开始感到非常的好奇 我建议你可以去搜索一下我的另外一个专辑 叫时间的形状 我用了30多集来详细为大家讲解了 与相对论有关的话题 好 那么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